大家好,我是謝惠銘 那我們來講一下SOBEC在一個project裡面有很多的case 那我們想要把這個case用不同的邊界條件來跑 同樣的這個地形或者是節點 那不同的上下有邊界條件,就是水的部分有改變,但是地穩的部分沒有改 那這個部分的話做法是這樣子 那我們首先開一個project,然後按ok 這個project裡面去找到你要去改的那個地形 也就是地形跟節點,然後去給它設為new 那在這裡面呢,我們有非常多的case 所以我... 我們要去選那個... 一個就是做完的case 那譬如說我這個是... 學甲... 法源抽水站 已經做好的,然後run好 ok 而且它是用的是新的DTM 建築沒有加3米的這個case 然後它已經run好了 那它是用24小時350 這就是... 就是所謂的在... 淨流分擔前的一個case 然後它的... 它的網路是舊的 它的網路是舊的 然後如果說你要用網路新的,像... 這個... 這個是網路新的 就是說有加淨流分擔 有一些自紅值在裡面,這是新的 然後你要用... 那個...其他的... 邊界條件去跑 好,就是降雨跟這個... 下游、潮位不一樣的邊界去跑 好,那你就要去選這一個 選這一個 這是... 淨流分擔後的 然後我們只要改... 這個... 水文條件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要選的是這一個 那這個是完全沒有改的 所以如果你... 你要run這個... 沒有改的,還有run有改的 你就是選這兩個去run 好,那這個... 這個來run的話 我們... 去按這個... 我們去把這個改一下 2小時 比如說要做424 424 然後這個是一個新的... 檔名 啊不是,新的case的名字 就是424 然後它是一個... 淨流分擔後的case 那這個檔名呢 你看一下有改 2小時424mm 那我們要去改的是... 語量資料 所以語量資料呢 你要去改 那我們改成424 這個case 這個case 那我去找一下 像它有設定的一些... 那個... 語量站 它是有資料的 你去找一下 它大概都在後面的部分會有資料齁 在... 36... 31...32 齁,這在... 那個... SOPEC裡面呢 就是有設... 它的語量站編號 那... 這個部分... 這個... 這個... VUI怎麼產生齁 這是要... 用... 新的事件進來 然後一個一個加齁 每一個... 這個語量站的資料齁 要加 它這個Edit Event的話 就是... 從... 0到... 37 它是... 內... 內設的一些... 那個語量站的編號齁 但是當然有些是沒有... 沒有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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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用到的大概就是... 你可以看到的 有數據的就是在... 集水溪裡面 有用到的... 那個... 站的編號 語量站 語量站的編號 然後它的... 這個... 時間 它是用... 分分鐘 10分鐘一筆資料 所以這個... 20小時呢 就... 有這麼多的資料 140支筆 好 那這個... 檔名呢 也是自己命名的 好 那我們找到的是這個... 已經命名好了 檔名 就是說把事件換一換而已 按OK 所以這個事件是新的 新的 我們就按OK 把那個... 降雨的條件呢 已經... 改變了 那你可以看到 在中間這一塊呢 出現了 那個... 黃色 就表示說它... 還需要再做設定 為什麼 因為你... 你做了一些改變 它這邊可能... 也是要叫你改 才能夠RUN 所以我們必須要去... 稍微做改變了 然後把它存檔 存網路存檔 才可以去RUN 按EDIT進來 這裡要改的是... 下游邊界 所以我們點這個... show who are network 下游邊界呢 在... 左手邊這邊 就是靠近台這裡 按右鍵呢 去ModelDelta裡面的 flow model 看一下齁 邊界條件 這是邊界條件 這是邊界條件 那它是用... table的方式 用table的方式 用table的方式 那目前呢 它用的是... 那個... 350的 所以我們要用Import Table 把它取代掉 然後... 之前我有... 呃... 從那個424的Case進來 存成PRN 把這邊呢 存成PRN 所以你就可以從這裡呢 去把它Import進來 424 那這邊的編號就是... 從上而下齁 有四個... 有四個那個... 下游邊界 所以我就定存心檔 可能都一樣了齁 我還是要做四次 比較保險齁 那這邊... 就是用Import 如果你是... 從424的Case要匯出的話 用Export Table 然後選那個PRN 就可以... 從另外一個... 那個專門去做Import動作 這樣的話... 可以從無使用這些... 這個...下游邊界啦... 的... 的這些資料 然後按OK就可以 那... 同樣的... 我們在... 第二個... 第二個... 也是... 一樣從... Tail這邊 用Import方式進來 PRN 然後... 我們選424的DOWN2 那... OK... OK...好... 再來第三個... 下游邊界 那... 這邊的話... 我們也是一樣用Import 那... 把它改成PRN的... 資料型態 那... 第三個... 424 按OK... OK... 然後再來是... 最後一個... 第四個... 下游邊界 這要潮汐的... 潮汐的... 潮汐的力線 它... 它這個力線是244小時 但是在... 模式裡面會自己做內差 你只要時間給對就可以 像這個... 它是整點的給... 給時間 給潮位的... 那個力線這樣 它這邊也是一樣Import 第四個 OK... 選第四個 OK... 好... 那...這四個... 邊界條件都改了 好... 也就是說... 你的... 網路裡面的... 資料有被改過 所以... 你就必須要去做一個... 存檔的動作 好... 存檔... 你可以把這兩個... 存一存... 或者是按這個... 這個... SendNetwork 這邊... 按這個只是... 那個... Network存起來 那這些... DTM資料 或者... Map... Map... 是指... 背景圖啦 但是背景圖一般... 不會改吧... 不會改... 所以... 存... 存網路圖就可以了 按... 這個打XX 然後... 做完的話... 一般... 如果你有... 去改裡面的... 節點... 有增加刪除... 等等... 這些操作的話... 最好你用... check file... flow... 這個... model... 這邊... 去做執行... 那... 有錯的話... 要去... 看lockdown... 去挑錯... 那這邊呢... 它會... 跟你講說... unuse... 這些... 這些那個... table... 其實... 不... 沒有什麼關係啊... 沒有什麼關係 然後按OK 那都是警告而已啊... 警告... 不會影響執行的... 的... 成果... 並不會影響... 會不會執行... 那... 警告就是說... 沒有...沒有使用... 沒有關係... 擺在那裡... 然後... 我們按OK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 這裡... 改完... save起來... 它就會變成綠色... 綠色的話... 就代表說... 哦... 我這一塊跟這一塊都有改... 那setting的部分... 它本來就綠色... 除非你還要去改它... 再把它存起來... 那... 這個部分呢... 一般... 你只是換... 水文條件而已... 這邊是不需要去改的... 然後就可以直接了... 去做那個... simulation... 執行... 所以我現在是把... 淨... 淨流分攤後的... 那個... 網路... 去用424... MM... 24小時... HR去做模擬... 那這個模擬呢... 基本上大概七八個小時... 有可能也會超過... 因為如果它... 比... 計算沒有... 很快收斂的話... 就會... 增加很多計算時間... 好... 那... 這個要看說它有沒有正常的運作... 你可以看這個... Balance A的Overland Flow這邊呢... 有沒有出現體積M三方... 有出現體積M三方的話... 你就可以... 去休息... 就不需要在這裡等... 因為它這邊呢... 會整理資料大概... 會... 超過一分鐘... 好... 等它整理完之後... 就可以去休息... 那... 如果整理資料過程有問題... 它就會出現錯誤... 好... 而這個... Balance A的Overland Flow這邊... 就不會出現任何的... 資料... 所以... 在RUN的過程... 你必須要等待這個... 體積的數據出來... 好... 通常第一個時間會是... 全部都是0... 那它RUN很快的時候... 就會出現... 那個體積誤差... OK... 那如這個... 視窗裡面所顯示的資料... 它說要兩個小時... 48分鐘... 事實上... 它RUN到那個中間這裡... 就是... 降雨量比較大的時候... 它要算比較久... 好... 因為... 這個... 流量多的話... 它的迭代就會... 次數就會多... 所以流量呢... 這個... 雨量越大的話... 有可能會造成它計算... 非常的久... 好... 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 等待它... 輸出結果... 好... 大概... 例如說... 你... 你晚上丟的話... 隔天早上就可以看看結果了... 好... 那... 最主要就是說... 你的電腦裡面呢... 那個... 休眠... 不要去開啟... 永不休眠... 好... 這樣的話... 你的電腦才會持續的工作... 要不然這個電腦呢... 是休眠大概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你... 跑了一個小時之後... 它就自動... 自動不跑... 那你隔天早上起來看了... 只有執行一個小時的時間而已... 中間都沒有跑... 然後... 等到你... 去打開螢幕的時候... 它才開始跑... 好... 所以你的... 你在... 跑這個... SOPEG電腦呢... 要把那個... 呃... 休眠的部分... 閃... 就關掉... 讓它永不休眠...